先讲一下反馈 有一位朋友说 他觉得他听了一些 比较有知识性的内容 他感到很有意思 他也感到很高兴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地 通过学习研习心经来 得到一些收获 还有一位朋友是说 听讲以后 他觉得这样一个课程 给自己一个启发 让他觉得呢 对一些事情 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对他习以为常的事情 和已经认定了这些想法 他觉得是不是可以 用另外一种角度和思维 去考虑呢 这个他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感谢给我反馈意见的朋友 让我也是很受鼓舞和启发 今天是我们的第五节 可以说最重要的一节课 我们前边四节课 一直在为今天这节课 在做准备 在做铺陈 我们今天以后的 第六节开始的 其他课程呢 都是第五节讲座课的 拓展延伸 所以今天这节课 是最重要的 今天这节课呢 可以说我会谈几个 具有重要的 和心境相关的内容 是三十年来思考的结果 所以我今天把这些结果 跟大家分享 如果没有这些想法和结果的话 我是没有意愿来讲心经的 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想法呢 那么现在我有想法了 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是否正确 是否全面呢 我只是觉得它能够给予 我们听讲的朋友一些见解 也可以说我做一个抛砖引语 那我们正式开始讲 上节课呢 我们讲第一段话 观自在 我们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讲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时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把它每个字的信息解析以后 那么我们得出来的一个 结论性的意见是这样的 一个菩萨 也就是接受了释迦牟尼 世界观 方法论 价值观 或者说他揭示的真理 揭示了的智慧规律 或者叫做终极的思想 和终极的智慧 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思想 同意这些想法 那么这个人在他的人生历程中 他不断地向前走的这个历程中呢 他必然要碰到 波罗蜜多 这样一组汉字表示的 人生困难 人生困惑 人生的问题 他必然会遇到这些 他越往深入地走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历的增加 越往前走 越希望自己的一切变得更好的时候 他就越要对这些问题 予以重视 予以解决 才能够继续前行 这就是菩萨行身 波罗蜜多石 所描述的人生状态 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都会遇到的 只是说 如果有心经 这样一个真理 这样一种世界观的指引的话 你会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 否则 就遇到这些问题 不能自知 不能自拔 不能解决 不能前行 所以人生遇到的难题 困难 我们说 玄奘精准地选择了 这么几个字 波罗蜜多 来形容 来表示 来传递一种信息 就是说 这些都是要用超级智慧 克服的问题 解决的困难 要度过的苦难 那么我上节课还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 表面上看起来 美好 漂亮 光鲜的东西 往往不是它的本质 往往是危险的 凶险的 往往是不好的 世界上的万物 各种事情 都在每时每刻的证明这一点 那么我们上节课说 这些无法避免的问题是什么呢 波 表示事情的表象 我们人每天看到的事物 大都是表象 而不是实质 实质是表象之后存在的风险 或者说是凶险 罗呢 是利益 是获得 可以捕来 用作食物 或者宠物的小鸟 它是一个利益的诱惑 它对小鸟来说 它是个陷阱 人世间 往往是互为猎手和猎物 所以 人实际上是存在于凶险之中的 我们先不要说人 社会间的关系 我们就说客观发生的事物 比如说今天的交通 我们出行 我们尤其这个现代都市 都是开车吧 那么那辆车对你来说是什么 它既是方便的交通工具 又是杀手 又是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杀手 有可能别人是你的杀手 它充满了凶险 密呢 我们上节课说了密是把徒有毒之的武器 藏在密室 那么其实这个密就是人心的那些隐秘的部分 那些不可以公视于他人 不可以公之于众的那个隐秘的部分 那个隐秘的部分往往是悲哀的 阴暗的 不可告人的 让人哀伤和悲痛的 有多少人表面的光鲜亮丽 他隐秘的那部分是艰难困苦 还有一些人衣冠楚楚 可是内心隐藏的是龌龊和罪恶 多呢 多是私利私欲 总是想得到的多一些那种无休止的贪欲 所以我们说人生遇到的波罗蜜多 这个虽然在传统的大家解释心经理 说这是到达了彼岸 其实这恰恰是要到达彼岸 需要克服的那些东西 这是我的解读 这是我从汉字 他的古形态 最初的形态里体悟到的信息 他是不是这回事呢 大家去思考 既然会遇到这些问题 既然这些问题都要用波罗去克服他 波罗我们讲过了 波是一种循环的向前 惹是接受了天命 接受了神事 接受了佛的光辉等等 总是来自于比自己的智慧更高的那样的信息 接受他就叫热 用接受来的智慧 在前行的过程中 去克服这些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真理的光芒就会照见五蕴 接空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还是用我们的办法 把每个汉字 它包含的信息量 这个信息量有多大 是哪些信息 我们把它分析出来以后 我们就有更好的体会和感悟了 那我们今天看这个赵字 赵字呢 甲普文已经找不到 那我们看他的经文 经文怎么写呢 火 这是一个火字 注意 火这个字的单独的写法 他的甲普文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地下挖一个坑 把干柴树枝架起来点着 然后呢 噼里啪啦 建出火星来 这就是火字 这个结构 大家已经熟悉了 右手 这个字是右字 它是右手拿着一个棍 这个棍上边着着火 那就是什么呢 松明火把 上古时期就开始 人们会用火把来照明 他的右边呢 这就是经文的照 他的意思是 人举着火把来照亮 传书 传书怎么写呢 加了个日 加了个太阳 火还在右边不变 传书更进一步说 这个火把举起来呀 它的光亮就如同薄昼一般 这是说平数的人就经常讲 一下如同薄昼一般 就如白天一样 就像有日光一样 照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用一个人为的找到的光源 使它明亮 它和另外一个字的意思是不同的 另外一个字 明 明不需要你去人为的干什么事情 它只要有太阳和月亮 它就是明的 照呢 是要人为的去做 所以你不拿释迦牟尼的真理和智慧 你不去学习它 你就没有这个光源 这是照 那我们要分析右边这个字 照 光这个信息还不够 我们看照 照是有甲骨文的 说文解字里和现代人解释 都解释了办法 说照是什么呢 说这个照的字呢 就是拿着火把或者拿着光 有光来 用了照的音 不止这么简单 我们看照字是个什么字 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尽可能的多掌握信息 就有便于理解我们要学习的经典 刀的甲骨文很不脏 两个手 从上到下两个手 有很多字里头有这个 上一次我讲过一个学习的学 上面就是两只手 这两只手在干什么呢 中间有这样一个东西 底下是什么呢 底下是个酒坛子 上面是个什么字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字是什么 这个字也写成这样 这两是一个字 它是一个匕 匕首的匕 最早的本意 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甲骨 匕首 我们说很短的匕首 小刀 这个匕首的匕 它的本意 木头做的一个小勺 吃饭用的小勺 这个字很有意思 我们先来讲 这个双手呢 用一个小勺一样的东西 把酒坛子给它打开 所以这个照字 是哪个字呢 是 是 是哨的本字 介绍的上 这个字 再往前发展一步 到了经文的时候 为了更加说明这个字的意思 它繁化了 它更加复杂了 它的信息 加多了 注意我写在这儿 两个手还在 匕首的匕还在 加了一个什么呢 加了一个口 口底下有什么呢 酒坛子 酒坛子底下有什么呢 这些法比较多 我们就写这一个 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很多都是俯视图 我上次讲过 古人造字的时候 它有些蒙太奇手法 就像我们现在小朋友看的漫画书一样 它是很多场景的组合 这个表示 在一个搭好的棚屋底下 放的酒坛子 两个手用一个起子把个打开 要把酒拿或者拿勺 把它款出来 取酒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什么叫介绍的 绍就是赵的 希望咬出来这个酒 谁来了 朋友来 款待朋友 或者是买主来了 让他品尝的 希望这样一种联系呢 能像丝一样 连续下去 就像我们现在说 商业中有一个客户 想方设法要跟他联系 不能断了联系 希望这个能够长久的联系 像丝一样连在一起 这个丝我们待会还要讲 我在讲我们这个学习过程中 老在做很多的信息上的铺陈 因为我不是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 把心经解释一遍就完了 我们需要把信息尽可能的找到 我们后边的很多东西就自然领悟了 这就太复杂了 棚子里头放的酒坛子 酒坛子要拿起子 把它起开 拿勺把酒款出来 为了什么 为了介绍 为了把这个酒让人品尝 这个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注意 酒容易挥发 桃罐子里头装的酒以后呢 这个酒在哪放着 酒在搭好的棚子 阴凉阴暗的地方 酒窖里头 顶上都盖好了的棚子里 你要去取酒 怎么能不打火把呢 不拿火把 怎么能在这取酒呢 所以照的信息就在这 就把一个私藏的东西用火光照亮 那我们联想到这个信息照见五蕴 那不就是用真理的光芒照亮一个人的内心吗 所以这些字的信息是有用的 所以我说这些翻译家嘛 选这个汉字 他选的是很精准的 他为什么要用照这个字呢 不用别的字呢 这就是他里边包含的信息 这个经文是太复杂 铸造青铜器的时候有困难 所以很快这个字就被简化了 就在商朝周朝的时候就被简化了 简化成什么样了 好多青铜器上再出现这个字就变成什么样了 用一个起子开口 或者是用一个勺子来从这钢的口里咬就行了 他在商朝的时候就简化成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些青铜器里 能看到这样 他也能看到他 所以把他放到右边 这个照字的信息就完整了 照就是就像取酒一样 在那个阴暗的不见光的地方 举着火把去把那照亮了 就叫照 说到这个连续的诗呢 我顺便讲两个诗 刚才说了 因为朋友反馈以前说 他觉得不只是在讲信经 他觉得有很多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 这也是我的一个讲课的目标 如果我们就简单的说 我通过甲骨文的学习 我认为信经的第一句话什么意思 第二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的讲一遍完了的话 三节课 两节课就说完了 我们讲和诗有关系 我一再讲这个东西 要么是河边的麻 要么是残土的丝 这两种东西在古代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 穿的衣服 这是贵族穿丝绸 平民穿麻布的衣服 所以麻的做的衣服叫布衣 那么这个丝 它的特性被用来创造了一些汉词 那我们先看这么一个字 这是个简化词 这个简化词除了左边有脚丝边以外 我们已经信息丢失的差不多了 现在有些有人还讲这个字 还讲米 跟米没有关系 所以说有人拿米来讲这个字 它是讲的是不对的 我们看繁体字怎么写 这么多丝 什么叫记呢 我们看一个古写法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它进一步发展成了这样 古写法是这样的 记成的记就是丝连续不断的 格子上放的丝 或者一层一层码的丝 那这两横是什么呢 重复符号 就是不写了 我们现在好多书法家写 重叠的词的时候都会点两点 这是记到了转书 怎么写呢 这是转书 所以它的信息很清晰 好 再看一个字 我先把这边写出来 也是丝 还有丝 这么多丝连在一起 不能让它连着了 拿一个斧头 砍过去 这是什么字 断 这个斧头就是 现在那个 一斤两斤的斤 就代表斧头 这是这两个字 我顺便讲一下 脚丝旁 就是蚕丝 或者麻绳 麻线 我们讲 照 剑 武 孕 节空 有人读节空 有人读节空 到底怎么读呢 我上节课说到 我们信息了解了以后 怎么读 不是很重要 有的 讲新经的朋友讲说 音不能读错了 你要按照唐音来读 实际上现在 你也不知道唐音 到底怎么发音 有人说唐音是陕西话 宋代的口音是河南话 又有人说不对 唐朝的说法 实际是客家话 语言学家在那争论 实际上谁也说不起 因为那时候 没有录音设备 不知道 李白的诗 到底怎么朗诵 包括现在有很多 讲诗词的人 评则应该怎么读 韵律应该怎么发音 实际上 争了半天 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古人是怎么读的 所以我们说 空也罢 空也罢 我们先不管他 你就看赵建 武运皆空 我们就说空 照字我们讲清楚了 照不是简单的 把一束光照过去 如果那样的话 举个火把就行了 关键我刚才讲了 照的右边是去酒匠 大好的棚子里头 阴暗的黑咕隆咚的地方 去拿酒去拿 要把一个隐秘之处的东西 因为它不能放到阳光之下 放到阳光之下 酒就挥发了 过去的一个陶座的坛子 拿泥风起来 里边酿了些酒 那么这个照字 实际上他的信息 说真理的光芒 照向了一个人 最隐秘的那些地方 好 那么剑 照剑的剑 剑字我们先前就讲过了 因为官字在的官里头 右边是个剑 这个简化字 确实看不出来剑是什么 只有繁体字才能知道 上面是个木字 所以我们再写遍 这个剑的 剑的假 眼睛底下一个人 或者眼睛人在跪坐 都是剑 剑不是看 剑是详细的观察 一个人在这看呢 一束光照过来看见 大家也都这么解释 但是我们今天就了解的信息 比较多了一些 下来看 五蕴接控是什么 什么是五蕴 我们先讲 看字的十个数字 怎么写